各位中国学生学者,各位乔胞,各国朋友们, 金牛慈岁高歌去,玉虎迎春,喜气来。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云端,共迎2022年新春佳节的到来。 首先,我仅代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向所有吕瑞留学人员、华侨华人和收看本次网络春晚的各国朋友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丹, 19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一年来,中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继续发展, 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面对全球跌宕起伏的疫情形势, 我们积极倡导国际抗议合作, 始终走在国际抗议合作的第一方阵。 我们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推动加快,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我们高举多边主义火炬, 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可以国际法律基础的国际秩序。 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气候、环境、 卫生、数字治理体系建设, 深入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地球生命共同体, 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贡献中国力量。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积极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 坚决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 中瑞两国互不幸强, 双方的友好交流、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面对世界百牛为有之大变局, 中瑞双方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潜力和空间越来越大。 我相信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 在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 两国一定能够把潜力变成现实, 共同塑造更好、更强劲的中日关系,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同学们、学者们、朋友们, 留学人员负集求学的历史, 记载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 以所我理想制中华为己任, 践行留学旧国、留学新国、留学强国的理想, 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 为新中国的巩固振兴、自立自强, 建立了不朽功勋。 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 一批又一批留学人员, 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 为推进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祖国的发展进步繁荣富强, 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为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鼓气、底气,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总书记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 亲切问候仍在海外勇意坚守的留学人员, 希望同学们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勤奋学习, 增强本领, 把自己的理想抱负, 青春奋斗, 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同学们, 乔胞们, 朋友们,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瑞典每日确认人数仍在上升, 希望大家继续高度重视, 加强个人防护, 尽量减少外出,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人员聚集, 坚持非必要, 非紧急, 不履行,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祖国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我和使领馆同事将始终陪伴大家, 祝瑞典使领馆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家。 虎年新春即将到来,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平安健康, 学业进步, 万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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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